何事 互格 什么样的八字 什么样的运势 我们的风水就应该要调整 所以在这里教大家一个最好的方式 最好的方式 不管什么风水 我们一定要从什么看起呢 风水从大门看起 从客厅 从厨房 但是我们人命运 一命二运嘛 我们一定要从我们的睡床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从睡床 那么这个床要怎么看 很多人 比如打个比方 比如说我本身自己适合南方 那么很多人就做了这个错误的决定 就是我适合东南 他们这个地方 就是东南 东南方 就是我们说的South East 他的脚就飞射他的极方 这是错了 这是完全错了 这样子的话就弄脚反作 反而一日不如一枝 一年不如一年 所以千万脚底不能朝极方 一定要记住 脚底是不能朝极方的 不可以朝着极方的 所以大家要懂哦 这个脚底 在风水中 这个地方一定要是胸方 不能极方 当然如果你这个是极方 这个也是极方可以 主要的就是我们的床头 这个床 这个是一个床 睡觉 这里 这个位置 一定要极方 所以你们一定要去找出 你们的极方 那么如果你不懂你的极方 那很简单 很简单 你跟我们的任何一个助理 预约一个时间 我们就可以找出你的极方 免费告诉你 你的极方在哪里 这个 所以命之极方 要记住 这个地方叫命之极方 所以要记住哦 这个地方 一定要 要 急 这个位置 一定要急 所以你现在不用去担心 我的极方在哪里 不用担心 只有你记得这件事 那么这个位置 如果可以极就极 不可以极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 我们这条 这个 墙壁啊 我们的床头 靠着这个墙壁 就会 纳极 这个墙壁 这个地方 就会纳极 纳极是什么意思 就是 这个墙壁 一定要是极 我们才能靠着 就是这个床头 靠着 这个床头要靠着 那么这里 是没有墙的 这个地方 我们没有墙的 明白吗 所以我们注重在这个 这个它的气 这条 这个墙壁 连着这里 来到这个地方 来到这个地方 就断了 来到这个地方 就断了 所以它的气场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地方 一定要记 要记住 也有人 有这样子的麻烦 千万不要犯 这样子的问题 千万千万别犯家 他们的床 因为我们去看风水 每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就头疼 头疼 很头疼 什么问题呢 就是它是这样子的 这是床 对不对 它的墙壁是在这里 看得懂吗 墙壁在这边 来大家看 什么问题 它这里没有靠 来 告诉我这是什么字 看到吗 它没有靠 就形成一个凶了 千万不要没有靠 后面一定要有靠 如果是凶 比如说我没有办法朝几方 我只能朝凶方 那想办法去化碟 但可以朝几方 就尽量朝几方 我们人有四大几方 四大几方 一定会有几方的 一定会有几方 但有时候要调 要调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 如果我们的床头后面 几方对不对 床头后面是几方 有窗口怎么办 有窗口 可以不可以有窗口 是可以有窗口的 不是不可以 只是这个窗口就要关起来 不能开 不是说不可以 但是尽量的 窗口在后面的话呢 我们就要用刻针来遮住它 用刻针来遮住它 你不要这样子 窗口在后面 然后你又用东西遮住 或者用玻璃纸黏住 就是不要看到reflection 就是对照 这个大家都一定要学 一定要学 好我们现在说睡觉 床 我们还是一样 画鞋的 床 枕头 这个是床 这是床 那么我们人要这样子画 注意的 注意 我们的灯 灯 灯可以照哪里 可以照我们这个地方 灯 这个地方 这个是灯 灯是可以照在我们的脚底 或者这里也行 这个地方是对的 但是如果你的灯 灯照到这个地方 那就是凶 那如果我的灯已经这样了 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睡觉的时候 就尽量不要这样子照 好 那上面如果有风扇 可以不要就不要 那如果不可以的话 那没有办法 那水泥吧 那有风扇有什么不好呢 在风水学中 睡平静则安 那么冻 冻则不安 然后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运势也会很难控制 那么还有一个 在床 风水里面 我们在床 也是很重要的 大家也要回 也要学 我们这个床 来 告诉大家 我画一个床给大家看 单身的人 在风水上 单身的人 不要去睡 双人床 单人 不要睡双人床 你们可以学什么 你们可以睡什么呢 你可以睡这个 super single 就是 擴板的单人床 你不要睡双人床 这样会怎么样呢 男的 女的 不管男的女的 寡宿 叫寡宿床 也 这个 或者是我们说的 这个 一个是寡宿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 男 女 怕寡宿 男 怕 哎 这个名字我忘了 名字我都真的忘了 好 可能你们都记得 你们每次听的人都记得 就这样子 如果真的是双人床 怎么办 那你就放一个 一个枕头 好 这样 明白吗 好 这里有一个忌讳 就是 头顶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是不可以有灯的 不可以有灯的 旁边有灯是可以 不是不可以 但是 要看形状而定 要看形状而定 如果你旁边有灯 不是不行 但是 旁边有灯的话呢 上面呢 就不要放照片 这是我每次都在教的 这样子 那千万要记住 要有床头 一定要有床头 没有床头的话 就很麻烦了 要有床头 这点大家要记住 好 来 我再教大家 所以在风水上呢 这几点 一定要会学会 一定要学会 要不然 就不懂了 在风水呢 我们很注重财根 就是说 这个 比如说 这个是我们的家 我们大概 大概这样画 大概这样画 比如说 这个是 客厅 房间 主人房 厕所 然后 这样子 这个是厕所 这是厕所 这个是kitchen 这样子 三号房 二号房 这个是主房 好 这样 打个比方 这两个厕所 这两个厕所 我们只是 随便打个比方 这样子 好 那么我们的大门 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的大门 看到吗 水位 水呢 是绝对 不能放在门的后面 水 就是我们说的一种 风水球啊 水啊 不能放在门的后面 要记住啊 一定要记住 照片 人的照片 也不应该放在门 就是我们一开门 的后面 不可以 就这个地方 不可以放水 也不可以放照片 一定要记住 好 更严重的是 不能放药 但应该很少人放 好 很少人放药 所以水 照片 药 不可以 你鞋子无所谓 鞋子你可以放 鞋子你可以放 在这个地方 明白啊 好 今天要告诉大家 就是我们的 财根 财根 我们财 我每次都在说 财根 我每次都在 跟大家说啊 我们赚钱 那么难 谁 谁说他赚钱容易的 谁敢说 他赚钱容易 没有人敢说 赚钱那么难 你说财位 哪不难 赚钱都那么难了 那财位呢 财位更难 是不是说 找到财位 就会发达 那么 世界没有穷人了 对不对 所以财位 是给大家一个建议 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说 这个位置 在供水上 他是能生财的 但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绝对不是说 我站在大门 这个地方就是财位 这两个地方 这绝对不是财位 这两个地方 如果那么容易 找财位的话 那太容易了 赚钱那么难 财位怎么那么容易找 是不是 是不是应该自己 要好好的反思 反思一下 但是从这个角度 从这一点 我们就知道 到底这个人是有料 还是没料的 看风水 这里 没有针对任何的师傅 我们看风水 比医生还重要 医生手术 手术失败 人死了 但是风水呢 如果风水去骗人呢 后果是什么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一直陪伴着倒霉 所以风水很重要 学习正统的风水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要醒过来 财位不是这么简单 就能找到财位的 那谁都可以做 师傅 而且很多人 这样子做了之后 好吗 问你自己 你觉得好 那就没办法 要问你自己 好 那么另外 要告诉大家 那这两个 不是财位 财位一定要怎么样呢 要从坐山看起 财位要从坐山看起 坐山 从坐山开始 但是 不管这间家 有没有财 首先 要找到财根 那个 在风水上呢 不管是在什么地方 在古代 在清朝 一个皇宫 他们的入口处 就是这个进门 最脚边 那叫财根 也不叫财位 叫财的根 为什么我摆了财位之后 运势都那么不好呢 因为你没有找到财根 那么财根在哪里 永远在门的对角 门的对角 也就是从这个地方 到这里 这个就是我们的财根 财的根 财的根部 这个财根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的财根 那么我们财根通常放什么 我们有放七星镇啊 我们的财根 也有放这个 秘修七星镇 我们都放在财根 都放在这里 当然 你也可以放在地上 也可以放 但是我在这里建立什么呢 比如说 这个是我们大门到这个地方 是我们的财根 我就建立说 不要放地上 因为是我们扫地嘛 你可以买一个桌子 买一点的桌子 或者这里放保险箱 你可以吗 也可以 如果有位置 在这里 然后呢 在上面呢 保险箱上面 就放你的正法 在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 有时候是我们的橱柜 对不对 这个位置 有时候很不巧 很不巧 这个位置是我们的橱柜 怎么办呢 扣分 橱柜就扣分 但没有关系 教你一个方法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橱柜在这里 这里你不要放内衣内裤 特别是女孩子 男人女孩子都好 内裤不要放 内衣无所谓 内裤不要放 不要放内裤 尽量放什么呢 也可以放你的这个 鼻羞或者是七星症 什么都好 都可以放这边 对我们的帮助 特别大 特别的大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财根 一定要懂财根 你不懂财根的话 太浪费了 这个位置就太浪费 那么我们的顾客 每次跟他们开工区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说财根 有时候我们不会说财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直接的启动他的财户 所以很重要 既然我们画了客厅 画了厨房 那么阴阳度要能比较 也就是说这边客厅一定要亮 厨房 这个厨房不能够亮 这个厨房不能够亮 不客厅 这一点很重要 这样子的话呢 老婆的运势 老公的运势 都能达到最高点 那么我们的厨房 厨房 厨房一定是有一个窗口 厨房的窗口后面 就是我们的发展地段 儿女的发展 我们的发展 夫妻的发展 甚至他的将来 所以要看厨房的窗口 私人屋 那不能看 因为私人屋就是这样子的 他不能看太多 因为他都是实地的 地都已经是他的了 那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像我家一样 我的后面 我就 不是我 是我太太用来种菜 他喜欢种菜 种瓜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呢 想要告诉大家 就是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有窗口 在这里 那么窗口外面 能够看到天吗 可以 能够看到地吗 可以 那不错了 有没有阻碍 没有阻碍 那很好 这个很重要 所以这个 那么这个是 我们将来 厨房的窗口 是我们的将来 将来的发展 将来的前程 有没有人助我们一臂之力 我们的儿女 子孙 会不会忘 看我们的厨房的窗口 那我们的客厅的窗口呢 就是现在 我们的客厅窗口就是现在 现在的运势怎么样 现在的运势好不好 所以我们客厅的窗口 不要有阻挡 比如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说 这个是一座主屋 这个就是他的客厅的窗口 他客厅窗口这边呢 还有一座主屋 这样就挡住了 那么做什么事情呢 就会有很多的obstacle 就会有很多的阻碍 不容易啊 往前冲 所以这个大家要懂得 不能太靠近 当然太靠近呢 也是没有什么封嘛 这个要很注意 所以记住了 我们的客厅的窗口 是我们的现在 我们的厨房的窗口 是我们的未来 这个一定要分得清 一定要分得很清楚 要不然就不行 另外呢 我们叫做封煞 封 封煞 封 煞 封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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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呢 房 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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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有窗 叫封煞 门前有窗 叫封煞 门前有窗 就是我们看到封煞 封煞 封煞 封煞很容易解决的 比如说这个是厕所门 这个是房门 这样子就不好了 我们叫做双痘 痘 双痘煞 也叫做门冲 简单的痘煞 都是这样子 在这边 你们可以记得痘痘的痘 所以今天主要的 大家要学会的就是我们的 客厅的窗口前面 就是我们的县宅 厨房的后面 是我们的将来 我们的将来 所以这些一定要懂的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每次走去我们的房间 有个小道 可以走去我们的房间 有个小道 走去我们的房间 那个小道是可以放我们的照片的 我们的家人的照片 这些都是相当好的 放一些照片 财根很重要 现在你们在家 你现在在家 还有我们的办公室 办公室 我们有屋徒 站在门拉到最远 那个地方就是彩根 有没有这样子的物质呢 就是这个拉去 对不对 它是这样 这是门 对不对 这样懂吗 因为它突出嘛 它突出 那么还有一种 我这样尽量教大家 因为我不知道说 你们的家是怎么样 你们随时可以打乌图来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哪个地方 这是主人房 那么这个 是二号房 我们打个地方 这样子的话 你就要有一个断定 看到吗 从门在这个地方 请问这个地方到这里 和这里到这里 你就要用尺子来量一下 用我们的普通的尺子来量一下 哪一个比较远 那么如果这个远 这个就是财根 财根 财无根 气不深 财没有根的话呢 我们说财 如果无根呢 那气 就不深 财无根 气不深 所以啊 我们叫财气财气 财气财气 先有财 后有气 所以啊 有财 你要找到它的根 有根 它才能生 所以这个财根是很重要 那么有人说 我们可不可以摆容归正 通常呢 我们是放鼻羞 通常是放鼻羞 那么 很重要哦 还有一个就是 地气 厨房 和 我们的客厅 客厅的地 一定要高过厨房 现在没有问题了 如果不是高过厨房 平的话呢 我们会叫你们放地气 把地气给拱上 这些都是 我们的助理啊 非常熟悉的 我们的助理